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饮食文化必然格外的浓厚 比如重庆的火锅 山西的面食等等 不过大家会发现中国饮食虽然很讲究 但基本上性价比都很高 除了山珍海味基本不会出现天价食品 但是从上世纪末开始 一种新的饮食文化似乎席卷了国内 它就是日本料理 不过作为海外饮食 一般在二三线城市这些商家玩的都是品牌知名度 并感受不到真正的文化气息 曾经作者在一个日料爱好者群里发现 很多国人经常会亲赴日本专门吃日料 这种境界作者是永远达不到了 不过还是可以从一些客观的报道中 去感受日料在中国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 喜欢日料的朋友一定听说过晴空日本料理 在国内这家饭店基本上是日料的最顶尖品牌 很多人还把它称为深圳日料天花板 大家可以从网上看看晴空的定价 一般午餐套餐都在1380元人民币以上 晚间套餐价格更是高达2380元人民币 别说吃不起 就算能吃得起也得预定呢 人流高峰时节很有可能几天才能定上位置 该日料比较出名的餐品有 受洗烧 烤鰂鱼 小鸡 鱼腹等等 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反正从网上的评价可以看出 这家日料品牌还是很讲究的 烹饪功利更是不俗 接下来就是服务了 别看这家店很火爆 但服务员的业务能力非常强 伸手即来的热毛巾 一对一的温馨服务 或许这就是日本推崇的帝王享受 除此以外 还有一些有钱人会在晴空单点菜品 两个人的就餐价格大概在2500到3000元人民币之间 不知道怀食情调是啥 但开价就是人均大几千人民币 不知道这是在做饮食文化 还是在中国割韭菜 不管怎么说 这样的餐厅存在虽然是合理的 但是过高的价位会不会造成一种国民对价值观的曲解 中国饮食文化如此浓厚 很多人一生都走不完国内的大江南北 却要花上万元吃日料 不知道大家对此做何感想呢